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鬼滅之刃里的终极大反派 所有鬼的源头 所有罪恶的源头 他是一个荣幸被关上动画界里最美魅力的反派之称 自198话情报发布开始 就频频上瑞搜的男人 鬼舞十五彩 鬼舞十五彩有另一个网络称号 谢老板 谢是人渣的意思 说人渣太直白了 所以大家就玩起了谢老板的梗 五彩是存活千年以上最强的鬼 也是鬼的绝对支配者 性格残忍冷酷 自称为无限接近于完美的生物 他一般以惨白的皮肤 瘦些的身材 红眉色 猫一样细长的瞳孔 以及黑色短发的青年男子形象出现 除此之外 他也曾以女性 幼童 以及各种鬼的最终形态出现 作为鬼的始祖 五彩能加自己的血 分给人类将其变成鬼 而在分出血的同时 因为在鬼的身体中埋下祝福 通过诅咒 五彩能读取思考并掌握其位置 下斗与五彩有关情报的鬼 将被诅咒反噬而死 五彩的身体构造 也与常人有很大的区别 他拥有五个大脑和七颗心脏 再生能力极强 在受到攻击的同时 就能瞬间恢复 即使身体被切成碎些 也能完全复原 在这份再生能力面前 任何刀刃攻击 都无法对五彩造成实质性伤害 不过 二刀以及日之呼吸 有着与太阳光相近的性质 因此 是除了阳光外 唯一能够破解他再生能力的方法 在鬼灭之刃的设定里 只要斩下鬼的头颅 就能杀死鬼 但是 五彩早已突破界限 在产物夫宅邸 被奔运与行名 用流星锤爆头 也没有死去 能消灭他的 只有日光 作为鬼的始祖 五彩拥有多种多样的血鬼术 但作者并没有为全部血鬼术命名 片尾的时候 会和大家简单分类一下 五彩的各个血鬼术 现在 让我们追溯到一切的起源 千年之前的平安时代 当时还是人类的五彩 在母亲腹中的时候 心跳就多次停止了跳动 出生后更是被认定为死因后葬 他挣扎着发出了啼哭 才得以侥幸存活 后来 未满20岁的他 就被诊断出了绝症 他有幸遇到一位善良的医生 为他调配研制新药 但此药 一度让五彩误以为自己的病情恶化 因而愤怒地杀死了医生 直到后来 五彩才发现 自己已经恢复健康 成为了一个爱吃人类血肉的不死之身 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惧怕日光 一辈子无法在阳光下行走 让自尊心极强的五彩感到无比的屈辱和愤怒 五彩研究过医生的配方后得知 该要的完成品 是加入一种医生称之为青色彼岸花的植物 然而 知道这种花生长的地方和栽培方法 只有那位医生 为客服太阳 五彩便开始生产大量的鬼 去替自己找寻青色彼岸花 顺便捡面阻碍自己的鬼杀队 从一开始 五彩就自私至极 他和其他故事里的boss不一样 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 千年来的屠杀都只是为了一个目标 就是找寻青色彼岸花 当时的五彩根本瞧不上鬼杀队 也不屑亲自出手对付他们 直到祭国园一的出现 祭国园一和祭国园圣 小弟俩加入鬼杀队后 为他们带来了斑纹和呼吸法 鬼杀队的实力大幅度增长 暂时之后 鬼杀队与鬼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 五彩对呼吸箭矢产生了兴趣 他逐渐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创造一支鬼军团来对付鬼杀队 一次战斗中 五彩单独遇到了鬼杀队中的主力 祭国元圣 与其交手的过程中 他看破其内心 对于自己身为斑纹箭矢 活不过25岁的惊慌 以及对自己天才一般的弟弟心怀不满的秘密 于是五彩便以鬼能永生这个条件 又莫大后向了自己的鬼之血 将其收入磨下 成为了最初的上弦之一 黑死木 不久后 五彩带着朱氏 在一条足连道上正面遇上了祭国元圣 当时的他只觉得无聊透顶 逆反了这些斗不过他的见识 让五彩没想到的是 元圣的实力远远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自己根本不是其对手 仅仅是一瞬间 五彩的双臂和脖子 便被元圣使用日之呼吸的十三支型全部斩断 再生能力也被日之呼吸暂时封死 就此被逼到了绝境 元圣在准备了结五彩之前 询问他 你把人命都当成什么了 但五彩并没有回答原因 而是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与憎恶 最终为了保命 五彩将身体分裂成1800余块 四散开血 尽管有1500多块身体碎片当场便被元圣消灭 但五彩还是成功的从元圣手上逃走 并保住了性命 那次以后 五彩对日光以外的事物有了恐惧 一直到料定元圣已经死去之前 五彩都没敢再露面 目前她的身体上 仍旧留有寄国元圣的鹤刀斩击留下的伤痕 为了根绝日之呼吸 五彩便与黑死木一同 将除了寄国元圣以外的所有了解日之呼吸的见识 全部铲除 彻底断绝了其传承 但是她做梦也没想成 元圣会将火之神神乐物和日轮排尔士 传给了一个平民百姓 探着狼的祖先 在江户时代的近300余年间 五彩先后完成了以下几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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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惨通过新任孝贤自私 名女的血鬼术 会去鬼杀队本部的位置后 亲自前往了产物夫宅邸 与重病在床的产物夫要在会面 当时产物夫就告诉他 他这千年来所渴望的永恒与不灭 正是他最轻视的人与人之间的念想 不过当时的无惨 把这句话当成了废话 因为在他眼里 重病的产物夫根本不堪一击 但就是这样他完全没放在眼里的人 审命自爆把他炸成了马蜂窝 并联合猪士给他塞入了变为人类的药 在无限程决战中 无惨也被悲鸣与用流星锤打爆了头颅 但无惨与血鬼术变化出肉球形态的茧 藏身其中 再命令十二鬼月与鬼沙队缠斗 以此拖延时间来分解变为人类的药 最终破茧而出的无惨 已经完成了最终形态 这时的他依旧倾视着鬼沙队的存在 他对炭治郎和义勇说 鬼沙队为了加仇血汗这老一套 来纠缠自己 实在令他厌烦至极 难道自己一人得以幸存 不就该知足地活下去吗 此时此刻的炭治郎已经理解 无惨是一个不折不扣 没有同理心这一概念的冷血生物 接下来的战斗中 令无惨意想不到的是 朱氏还给他塞了个老化的药 致使他血树老化九千年 实力大大削弱 也正因为如此 大家才可以耗尽全力压制无惨 迎来破晓 害怕日光的五彩 会摆脱炭治郎的牵制 转变成鸡生兽模式 颜值暴跌 到了199化 五彩更是为了抵御阳光 化为巨婴模式 将自己包裹在里面 相信最后的这两形态一出 五彩为数不多的眼粉 也散尽了吧 最后的最后 五彩被自己吞进肉妆里的炭治郎破肚 晒死在了太阳底下 不过死前的他 却突然动物 认同了产物佛的那句理论 人的思念才是永生不灭的 五彩于是将自身的力量 全部给予呼吸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只剩下些微细胞的炭治郎 使得他再生复活 他希望炭治郎能代替自己 杀死鬼杀队 这样里我真的是忍不住吐槽一句 五彩你什么时候愿望 变成了姐妹鬼杀队了 五彩这一次 也真的是投错了骨 思念意志的传承 需要的是理解与爱 千年来他都无视的那份同理心 这样的五彩对上一只坚定的炭治郎 他那笨拙的歪理 左右不了炭治郎的心 这千年来他将人变成鬼 靠的都是威逼利友 臣服在他底下的鬼 一半以上都是畏惧他的力量 反观场无风 是靠着一句一句温柔的言语 引导大家加入的鬼杀队 就算一点武功也不会 也让实力强大的九柱 甘愿臣服于他底下 最后的最后 薇老师也没有洗白五彩 五彩的回忆伤里全是自己的中绩 甚至没有一秒钟出现父母亲的影子 像他这样无情的人 兴许早已把他们的嘴脸 忘得一干二净了吧 在看着炭治郎渐渐恢复人性之时 五彩的希望丢弃了自己最后的罪言 他求炭治郎别丢下他 但是一切随着他生命的终结都已经结束 甚至连彼岸也没有亡魂来接他走 呼应了产物夫死前的那句话 五彩 只要你死了 所有的鬼都会灰飞烟灭吧 因为从头到尾 他都是独身一人 巨婴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网络用语 只心理滞留在婴儿阶段的成年人 这类人以自我为中心 缺乏规则意识 没有道德约束 一旦出现超乎自己预期的情况 就为情绪失控 产生过激的非理性行为 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完完全全就是在形容无惨呀 轻视生命在快要被晒死的恐惧中暴走 最后在自己快死之际 求炭治郎留下 这个撒野的过程 和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真实纪六片里的孩子 一模一样 有兴趣的消防我会留个链接 不过大家谨慎观看 因为那部片子真的很黑爱 青年 女性 幼童 完全鬼化 鸡身兽 巨婴 肉茧 触手 肉抹 血葵树 由于无惨的血葵树有点复杂 我就直接把它归类出三个 血葵树一 暂无名称 血葵树二 黑血直集 血葵树三 任意更换形态 对于无惨的身世 不少人表示同情 因为他出生开始 就不断以死亡缠斗 以至于他求生的意志 比任何人都来得强 但抱负觉得 这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因为无惨做的孽 同一血脉的产物负一族 被下了诅咒 他们也是自出生开始 就与死亡缠斗 可这 并没有成为他们滥杀无辜的理由 无惨直杀 是天性 在他迁怒于帮助他的一生这一点 就明晰了 从一开始 但凡他能抱有一点 伤人的罪恶感 他就是值得原谅的 但很可惜 他没有 他做的一切 都是这么的理所应当 在东野贵屋 恶意这本书里 有一句话非常适合形容他 这世界 真的会有人毫无理由的去干坏事 你可能非要为他的行径 用一些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释 比如说 他的童年很惨 他有什么难言之音的 但最后 你会发现 都不是 这份存放的感觉 名为恶意 不过 无惨还是值得同情的 就让他最后呈现的面貌 巨婴 他其实根本不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对生的执着 没有一个想完成的事情 与之衬托 到最后一刻 却突然转变成 思念意志的传承 他是想留下什么呢 不得不说 阿姨老师 人物塑造方面 真的没话说 但无惨 似乎还是不够完整 好了 今天的人物解析 分享到这边 感谢收看 虽然无惨 真的是个舍不舍的大坏人 但他也确实是 鬼魅里的颜值单单 帅得不要不要的 最后的了形态 忽略不计 那么你们对于 无惨这个人物的塑造 又是怎么想的呢 可还满意他的结局 欢迎底下留言讨论 最后最后 喜欢的 别忘了点赞 关注泡风吧 爱你们 感谢观看